看这大黄瓜香 已经要放风了 老了 看都长多高了 真快 踩的时候找不着 不踩的时候 一片片全出来了 走着走着就看到菜了 菜真好 在这时候只要上山 就不带跑空的 天天都能正点 看这啥不动的了 这么大一个灵芝 是吧 我以为你骗我呢 我还在那采菜呢 妈可不真是 你看我还采了把菜呢 真好 这是去年的灵芝 现在都已经干了 这可不是渣的 又该有人说该说我哥教渣的了 你看这能渣住吗 我得好好照照 这个底也可好了 看这个点 妈呀 确实在大到边 真大呀 这灵芝 而且还在到边长的 还没人发现 这都剩下了 这个灵芝回家绝对够用 因为它已经上成了 嘎嘎的成 一点白边都没有 真好 而且它都晒干了 不用回家晒了 因为它是去年的嘛 嘎嘎的成了 特别特别的好 给踩下来吧 这可不是渣的 你看这么掰都掰不掉 要不有人该说我这渣的了 太漂亮了 这底还挺好 没坏哈 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子灵芝就是最上层的灵芝了 上面都已经嘎嘎成了 背面哈 真好 回家泡酒没治了 你看它这个根呢 这根扎得多深 就像一种菌似的 白色的 你看这还有菌包呢 这是去年的 没长出来 可能是雨水的问题 你看这个没鼓出来 应该今年还会 今年还能长新芽 因为它有这种菌 就在这种的烂木头装的上 已经烂得不像样了 尤其分年头 如果今年雨水大的话 山的灵芝还会比较多一些啊 看多好 这就是意外之财了 等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又要上山开始采 今年新的灵芝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发芽 看不着 过段时间就可以采了 灵芝的时候 其实也是特别过瘾的 就跟采山野菜是一样的 如果点好 碰见一个树桩子 能接三四块 还有五六块呢 最低怎么也得两块 贼过瘾 尤其就是都上层了 红红的 上面喷的粉 那才带劲呢 这期视频呢 咱就到这了 灵芝简单 介绍到这里头啊 大家给我留个关注 等到七月份的 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上山又开始采 今年新的灵芝了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能看看我们新的灵芝 长什么样 古的牙包是什么样的 拜拜